那有个年轻人问这个问题 怎样能够知道自己比较适合打工还是创业 那其实呢 你要做一样事情的时候 一个很重要的 或者做一个选择的时候 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探索 你要先探索你所要考量的那个课题 比如说打工还是创业 那你首先要知道你要清楚 如果自己的生命你要的是什么 好比如说你要赚钱 对吧 打工和创业都是要钱 那你就要想 你想要过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生活 当然人们可能说 我希望越赚越多越好 那当然如果是从这方面来说 你可能觉得创业是 可能更有希望赚得更多 但是你需要了解 你要创业 你有什么一级之长 你有什么领域你想要做 是你能够做的 那么呢 有哪一个行业 哪一个领域 是你已经做好准备 或者是你愿意为那个创业的准备而付出 你必须跟相关的因缘呢 和条件呢 就好好的去考量 那对自己要有 首先要先认识自己 自己的强点 自己的弱点 自己的能力 比如说有些工作或者是创业 它需要组织能力 那你要没有培养组织能力 有些工作可能需要表达能力 那你有没有表达能力 有没有培养 有信心培养吗 或者愿意去培养吗 这个要懂 那么呢 那个是创业 比如说创业嘛 你需要到很多很多的 还有些比如说组织啊 人员啊 有些人啊 风险啊 这些全部都要问好自己 有没有准备 其实整个世界的现象呢 基本上就是因果的故事 有因 因具备的 那么呢 它的成果就来得容易 如果因不具备 它要拼住那个结果呢 可能就会走 走邪道 那么走邪道的时候呢 于是时候 支撑不住 会出很多很多的问题 所以 不管你要问打工也好 或者是创业也好 你一定要做因果思维 这个创业 它的果是什么 它将会是怎么样的果 当然除了钱以外 它将是一个 结果出来 应该是一个 大概 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局面 那么这个果 它的因是什么 它的因 回到来 自己具备什么条件 然后呢 比如说 那个因可能 有些创业需要很多的资金 那你怎么就得到这个资金 有些需要很多的人才 你怎么去找到这些人才 但是呢 有一样东西 不管做哪一种创业 我们的修为 我们的忍耐 我们的不去不劳人 那种心 要很强 那个心要很强 所以这种 种种的心理因素 智商 情商 特别是情商 就是情绪之商 你怎么样能够面对失败 面对考验 面对刁难 那你能够有这个承担力 能够在苦中 不要去埋怨 怎么样去奋斗 怎么去努力 怎么样能够经得起 种种的挫折和风险 这个创业的人 一定要做到这一点 那如果一个人觉得 自己没有这个能力 或者没有这个信心 或者是不准备 这样子的打拼方式 他希望比较稳打稳扎的 其实有人给我指示 我去执行指示 那么如果想要这样 安安稳稳过一生 也未尝不可 如果你满足于 单纯普述的生活 安稳的生活 或者朝九晚五的生活 那也不是不可以的 只是你一旦你选择这个生活 你要甘愿 既然我选择这样的一个 安稳的生命 那我也甘愿 所以那打工 那你要干什么工 你要做些什么 需要些哪一方面的能力 他的那个安稳性有多大 成长的几率有多大 发展的几率有多大 参与的自己 能够参与的几率有多大 有些人打工 老板可能会给你机会 参股啊 成为股东啊 这些 那也有机会从此而出头 但是总之总结起来呢 不管你做什么 因果关系一定要搞清楚 你要做的那一回事 果跟因 你要连成个清楚 然后呢 你了解到相关的因 然后就问自己 我愿意为 不愿意为这个因付出 我能具备这个条件吗 如果是不具备 那可能你要放去 转向一个 在自己能力范围 或者是 也能够提升得到的 那个几率 在自己能力范围